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饮食健康警示视频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揭秘一种隐藏在食物中的隐形杀手,凝极素 它们就潜伏在我们日常的食物中 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让我们拉开神秘的面纱,一探究竟 什么是凝极素? 凝极素是一类存在于植物中的糖蛋白 长着这样一张凶神恶煞的面孔 它们能够特异性地结合并凝极某些糖分子 为什么它们如此可怕? 首先,凝极素被称为抗营养素 因为它们不能被人体消化,会干扰营养物质的吸收 更可怕的是,它们会破坏肠道屏障 引起肠漏症,影响营养吸收 它们还会引发炎症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 最后,凝极素会影响肠道菌群平衡 进而影响营养代谢 凝极素在植物中的作用 不过,凝极素并非完全是坏蛋 在植物中,它们主要起防御作用 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和捕食者的侵害 但是,如果被人体过量摄入 不同种类的凝极素就会产生不同的危害了 危害一,植物血凝素毒性大 比如云斗中的凝极素就具有很强的毒性 可引起恶心、呕吐和腹泻等中毒症状 危害二,谷物凝极素影响神经系统 再比如小麦胚芽凝极素,WA 它们能穿过血脑屏障,导致神经系统问题 还会加速动脉硬化,引发肠道菌群失调 危害三,痘类凝极素影响矿物质吸收 痘类中的凝极素则会干扰矿物质的吸收 影响营养吸收,危害四,其他凝极素也很可怕 其他凝极素也不容小觑 它们可能会诱发自身免疫性疾病 促进肥胖、削弱免疫功能等 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 对于不同人群来说 凝极素的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 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患者 最好不要食用含WA的谷物 矿物质缺乏症患者不宜多食含凝极素的痘类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肥胖人群、免疫力低下人群 都应当限制摄入凝极素 如何降低凝极素摄入? 那么,我们如何降低日常饮食中的凝极素摄入呢? 避免或限量食用高凝极素食物 如痘类、谷物及其加工品 浸泡豆类和谷物可减少其中的凝极素 采用传统发酵制作面包可分解肤质和凝极素 选择低凝极素食材 如牛油果、坚果、草丝肉类等 适当烹饪方式 如水煮、蒸煮等可降解部分凝极素 10种高凝极素食物及处理办法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10种凝极素含量较高的食物 以及如何降低它们的凝极素含量 豆类如黄豆、扁豆等 浸泡、水煮 谷物及其加工品 传统发酵选低凝极素配料 部分坚果、适量食用 茄果类蔬菜 适量食用搭配低凝极素食材 红芸豆 避免生食、彻底煮熟 部分水产品、适量食用 浓肉汤和浓鱼汤 控制摄入量 动物内脏、适量食用 部分海鲜、适量食用 酱油和调味品控制使用量 通过适当的烹饪方式 控制摄入量以及选择低凝极素食材搭配 我们就可以有效降低日常饮食中的凝极素摄入 避免其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希望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要时刻谨记这些隐形杀手的存在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那么,这期饮食健康警示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下期再见